另外伊朗中央银行17号确认 伊朗和俄罗斯正在设立一套两国间的银行结算机制 甩开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 借而可规避第三国制裁 同样以规避制裁为目的 伊朗和欧洲国家所设特殊贸易结算机制 迄今没有运行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17号说 伊俄已经协调双方银行间交易 避免使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的 全球金融报文传送服务 他表示两国间的银行关系已经设立 双方现在可以使用两国自身的金融信息传送系统 另据报道 同样以规避美方制裁为目标 由英法德三国设立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结算机制 迄今没有开始运行 路透社援引一名法国外交界人士的话报道 为推动双边贸易 伊方需要设立与欧方同样的结算机制 而伊方迄今没有创设对接企业 但伊朗中央银行三月确认已经成立对接企业 伊方否认该结算机制无法运行 错在伊朗